政府7月中收緊措施,包括今晚市堂食 这两个星期亦都没有出现新的食肆群组 但就多了安务院和工作场所集体感染 政府专家许树昌说,这样代表单是禁堂食难以控制疫情 要有一男子措施配合,东明卫报导 两星期前今晚市堂食,希望折断食肆传播链 近一星期的确没有新增食饭聚会群组 不过就见到其他群组相计爆发 老人院出现大规模感染 旧世关龙亨长者之家和屯门康和护老中心 已经近40人染病,还有多间院舍出现病例 工作地方都有一些群组,建成建筑有限公司,上水逃房等 患者的发病日期都是禁晚市堂食措施生效之后出现 再看下星期二98宗本地个案 超过八成86个人都是近一星期发病 即是公共交通工具戴口罩,禁晚市堂食等措施之后的一个星期 许雪昌说病毒已经渗透社区,早前的措施成效有限 安务院社有爆发,街市会有,社区其他地方会有 变成你不单只是在酒楼直视的层面爆发 所以如果你看单一,一个措施变成效果是有限的 如果你一次过扔一系列的措施,那个效果就会显著 不明源头个案时多时小,近日徘徊在五十多宗 许雪昌说整体拉环有四成都是不明源头,更加难控制疫情 现在那些措施你是想导致那个传播链 但是当你来历不明那个个案比例高,那相对那个疫情 就是难点受控,稍微安慰一点就是那个新增个案 它都是高位,但是就打横行,就没见到是几何级上升 如果那些措施是大家严格地跟随,那希望是打横行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回落 他又说如果新措施生效之后一两星期,数字都没回落 政府可能就要考虑居家令,他呼吁私人企业尽快给雇员在家工作 减低感染风险 有线电视记者,杜明博不代